县官上任三年 国泰民安 先有剿匪 还望各位捧个前场 敏高玉帝 被贬下凡的常生先 已在大厦聚见 常生先先是名为 李常生 李常生 好名字 要等好生光臭 谁是敏高 是 没人剿匪 赶紧的 别忘了 女儿还在我们手上 各位乡亲父老 县尊出兵剿匪 我的应当支持 老夫任捐 五百两 既然往远外都捐了 这是真的 若真的出兵剿匪 我们任捐 借剿匪之名聚餐 你事业自己善妙 你是会读传语吗 那也不能鬼鬼祟祟的 在看什么 百姓的钱尽归县衙 乡身的钱三七奔杖 这怎么又整 他们是这脚匪之名敛财 都是骗人的 郡主 这是您的管 派封县去京城不过百里 竟会发生如此荒唐之事 本郡主为清晨 怎会秀什么方块 不见不行 县尊今年过了八次寿臣 他家的狗都过了三次 策策多少交钱 靠米早就没钱了 没钱也要捐 你们谁爱捐谁捐 反正我不捐 哎呀 出兵剿匪 是为了保护你 那你们不交钱 你们怎么保护呢 管老门 你本长生仙 因触犯天条下凡历劫 今应劫九百九十九次 此生为最后一件 被人杀死 重返天庭 逍遥天地 这爷 这帮这爷 啊 被杀就能重返天庭 这还不容易 只要揭穿县令的勾当 他肯定能弄死我 大家听着 出兵剿匪是假 敛财是真 大家一分钱都不要给 好 给剿匪知名电台 天打雷劈啊 狗县令 坑门拐骗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狗县令你不打好事啊 大懒丢民 你们想造反吧 你们这贩头还不保护本代人 是 是 本官上任三年 要秀清风 放屁 商人一点 你受人贿赂百两 商人一个月 家财万贯 商人一年 贪污赈代量万代 这些都是本师爷知道的 放事 你敢误灭本官 那王阳万 王阳万 他女儿怎么说 现在都还在你府中 真正的贪官 就是你 多谢李思言 藏义之言 客气 县责 求你放了小女吧 此人竟然是亲管 这种三年 就是为了给这个狗公 致命一起 放屁 快把李长生压入大牢 够乖 有本人你就杀了我 现在就杀了我 压入大牢 如此有血情的独处人 还是第一次见 李朝当中强多了 郡主 你可一定要救他 此等新官若是不救 岂不是含了天下世子的心 搜集证据 请圣旨 是 宪政大人 李师爷对你一向都不愚弄 就是可能把脑子撞坏了 比如他倒是对 李长生念在昔日之情 只要你能为本官证明 本方可以饶你 李师爷赶紧给宪政大人做 赶紧啊 赶紧啊 够官 你欺压良善 收刮民旨民勾 罪不容诸 身为读书人 其能于力 通流何物 若是朝堂诸功 也能像此人一样 何仇大下不行 圣旨何事能当 奴婢不知 怎么怕是在路上登靠 还准 这般如何是好 大胆 还敢无名总官 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民不据死 奈何以死拒止 要杀就杀 别那么多废话 好好好 看你的准硬 还是本官的刀印 清清 大人 都能不可 大人 报事 再敢多言 连你一块杀了 清清 赶紧砍了我吧 此等警官 竟然也要被 斩首 没了李师爷 太封县无翁了一样 天道不公啊 圣旨道 大胆口官 钦差大人在此 还不干净 跪下截止哦 太封县令 截止 无妨万岁 万岁万万岁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太封县令上任三年 调取豪夺 欺压良善 寻私往返 政绩确凿 金夺据 县令之位 押入大牢 择任问斩 钦此 钦差大人 本官冤枉啊 都是李长生 污蔑本官 冤枉 这是本官搜集的证据 难不成 这和太封县的百姓 都冤枉你不成 来人 押入天牢 本官请指来迟 现在才会不失言 让人受惊吗 谁稀干怎么救的 让我死的多好啊 秦柴大人不必见怀 为天下苍生而死 死又何惧 本官果然没有看错你 李长生 接旨 啊 你真是什么 传陛下口语 太风县师爷李长生 刚正不阿深得振心 着身为太风县令 即日起入京面胜 获得延误 什么玩意 我升官了 庆祝 时间仓促 就只能找到这两码 京城太风县与不远 倒也无妨 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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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公子你怎么来了 听说郡主要精精面胜 我特意过来接你的 你看 我一个是黑军人在 亲自给你驾车 秦公子亲自驾车 那可是头一次听说呢 要劳了 你看美善名 这是谁啊 这位是元太风县师爷 被陛下提拔为县令 要进京一同面胜 来来来来来 来咱下车啊 跟着来来来来 来你看我这个 来跟着 慢点啊 你开心 开心 开心 李县令 请上马车 哎 你驾车 你不是天子要为菁子驾车吗 走了 哎 不是 两位请稍等 我和郡主去那边看起来 我就是要去上厕所吗 小子 你不是对郡主有意思吗 你要明白自己的身份 郡主可不是你能高攀的 啊 我就是喜欢郡主 你本人弄死我 好啊 你等回京的 我让你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好伟公子 好雅兴啊 两位公子 好雅兴啊 你们干嘛的 干嘛呀 本大爷是杰索 看不出来吗 到了 我乃丞相之子 胆敢节奏 你不怕被杀从呢 什么相由 走 就你了 往家去煮了 休想 收了 你了啊 我要说 我要说了 我说我说 我怎么说 啊 你 你个贪神八死之福 你敢崇拜郡主你 你又是哪位啊 听不见我看你 生我所义 一一我 二者不可坚平舍生取利者 来来来来来来 快去杀了我 快快快快 真是幸福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死了 你你朝向你就是个混蛋 你想死我还不想死呢 啊 走走走走 混蛋 说出来他们还怎么杀我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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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嘲笑 我不会抱过你的 大哥 我说我说我说 这怎么就在附近 咱马上就回来了 李飞龙 爱让本王失望了 李飞龙 爱让本王失望了 他进来 起来吧 这 是北王 这 这都是你安排的 秦公子 今日之事 你就是本王 看你是否能保护清场 不过 你让本王失望 没有想到 堂堂丞相之子 还不如一个小小的县令有胆识 是非驱逐 我也能看得很清楚了 秦公子 是非驱逐 经营之事 我不会说出去 你请你以后 不要再打扰我 还不快滚 李师爷 你的事迹本王早有耳闻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幻想 我还客气了 我还客气了 我还不客气了 这有我分内之事 你说说你 堂堂一个王爷 还搞这一套 让我白高兴一场 有李师爷这样的清官 我大下游啊 李师爷 不知 你可有兴趣入朝为官呢 为官 没兴趣 我只想快点被人杀掉 你如果杀掉我 我倒是可以考一考 新帝出力 朝廷暗流勇动 稍不留神 就会有杀身之火 李师爷留着有用之身 他日在泡响朝廷 也未尝不可 哎杀身之火 等等等等 身为臣子 自当为朝廷分忧 为民起命 万死不辞 好 承蒙王爷和郡主的厚爱 我敬二位一杯 相干为敬 朝廷凶险逸场 你可想好 让武创无关 我为读书人 若不能金钟报国 那死后有何颜面见先师 危险点好啊 不危险我还不来呢 好 有志气 不过如今 王文死 内无力恒星 新帝出力 大侠 漂亮 还望王爷明事 就先说着强敌 南蛮北马 一只世华大侠 世人的 皇亲我亲 嚣张八虎 而朝堂之内 更是党派如意 一片无垠张心 国将入国呀 但说博师 和丞相为首的党争 就是不好惹的 他们为了排除异己 借刀商人模型 如此下去 必动摇国本 好 好 要是不好 稍微有不慎 就一到全程 啊 二位莫怪 下官失礼了 不妨 方说大侠 那种县令这样的亲人 到着文王里看 希望 父王让你入朝 就是为了解决草草之事 官职未必大 但是绝对有实权 明智一代入朝 幸福 本王最后的 干什么干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情反而在人间 下官定会还大下一个朗朗乾坤 陛下曾经又是上了 是啊 今天要商量和南班的和谈 地下也太不当回事了 原来是个昏局 若是能目指他一番 想不死都难 陛下驾到 吴华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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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山 谢陛下 南班存命百万 大家 朱爱卿有何高见啊 陛下 南方编程 毒丧众生来布毛之地 曾以为 让给南班也未尝不可 秦相所言极是 那就将这布毛之地 让给南班吧 朱爱卿有何建议 何地求如 皇帝说的这么轻松 闭嘴 小心掉脑袋 呃 陛下 臣觉得不复 你是谁 臣乃太蓬县令 李长生 李长生 朕知道你 你倒有些胆识 你不妨说说 有何糊涂啊 咳 这个 万里江山 坚然写 一寸山河 一寸金 国土来 国之根本 您这样割地求荣 对得起先皇 对得起战死在边疆的战士吗 放肆 区区九品芝麻官 竟敢对陛下无礼 李长生 收回方才会 这 不可表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一看 我像那种攀生他死的人吗 你卖国求荣 你根本就不配做大家的皇帝 放肆 来人 把李长生拖出去斩了 本床的人 都 这这美王搞什么 先杀了我你再来也不迟啊 王叔 朕现在连个县令都杀不得了 陛下武贵 军中将士 送来一批郡 臣 想献给陛下 请陛下箭手 这马 这分明是之路 这是臣 回下三十万将士 献 这就是郡 怎么能是路 各位同僚 你们说 这是马呀 是路啊 侍郎大人 你来说说这是马呀 海中 王爷这这 这就是一只路 混账 明明就是一匹马 只路为马 他是要篡位呀 机会来了 王叔 你到底要干什么 没什么 只是 请陛下见赏一匹骏马而已 哦 对了 陛下 您说这是马 还是路 王爷 你可别怪我 我只是想早点死而已 正美王 你只路为马 威胁百官 是不是想要篡位 李畅生 你可不要忘了 你是本王的人 这屁股 不能坐歪了 我看是你屁股坐歪了吧 你手握重兵 不思精忠报国 守卫设计 却想着只路为马 妄似谋朝篡位 你 你对得起陛下的心人吗 你就不怕百姓戳你几两股 好 李长生说的好 你闭嘴吧你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放肆 你 你 你什么你 身为一国之主 却不想着振兴设计 只想着割地称臣卖国求荣 面对群臣却只想着卑躬屈膝 你对得起立大先祖 对得起天下百姓 对得起那些为大下战死沙场的战士吗 大胆 下饭上 竟敢和陛下如此说话 你的身先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吗 谁腰带没勒起 把你这个阿子混弄 你 你 竟敢说 我本相 你也知道你这本相啊 升文北将却托君王 我骂你都是青的 我都想扒你一层皮 李长生 李长生 你可是想试试本王的剑 是锋利 大正 死则死矣 自会千古流芳 道是你 会一出万金 看见杀了我都是我啊 好一个李长生 郑果然没有看错人 好一个李长生 郑果然没有看错人 先令 果然没有让本王失望 不是 你先杀了我 陛下 此人以下犯上辱莫陛下 来是欺君之罪 暗律当咱 好一个秦宋 你把持朝政多年 贪赃王法 满朝见你而不 这样好不容易巡逻一个公骨之臣 怎会轻易杀掉 秦相误会了 这只是和王叔 演一场戏罢了 只是想看看这李长生 是否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刚正不恶罢了 陛下 此人在大念之上 公然辱骂陛下 侮辱群城 若传阳出去 怕是对陛下名声有损 与国不利啊 请陛下将此人罢官斩首 请陛下将此人罢官斩首 宰相大人 你可是在威逼陛下呀 别无辞 陛下绝无辞 那就闭嘴 李县令 不怕 这些 有测试 由陛下在 男人无恙的 我考验你奶奶个腿 谢王爷 李长生 朕看你不错 以后就留在京城 做县令吧 稍后来御书房 朕有话对我们说 退朝 谢陛下 怒骂皇帝和群臣 没被啃刀还升官了 没想到王叔竟然给朕找了 这么一个一身浩然正气之人 实乃我大侠之幸呢 这也都是清城那样 我只不过是 顺手 如今现在朝堂之内 贪腐称风 党派淋漓 能有如此浩然正气之人 实属罕见 毕业 陛下 败调 臣 我 李爱卿 无虚多礼 今日在朝堂之上 没受惊吧 哎 陛下 身为臣子 养不愧天 腐不愧地 自然没什么好受惊的嘛 杀我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开心 杀我反而让我受惊了 果然是一身正气 实乃大侠之幸 只是如今全臣当道 朕若是有幸福 只能让你从一个县令做起 县令之指 虽然关小 不过却是我识去 你好好做 希望有朝一日 我帮助陛下 整治朝当 还我大侠一个朗朗乾坤 陛下 放心 身为臣子 自当为国请命 官职对于我来说 不算什么 官职小一点喊 京城遍地王侯 随便来一个都能捏死我 好一个为国请命 明日你就抖马上任 是 马上 可千万不要让陛下失望 王爷 陛下 我一定不会让陛下失望 陛下 王爷 不知如今除了丞相以外 朝廷还有哪些人在祸乱朝杠 陛下 一个宰相还不行 朝廷的水还涉了 泥汤的太远终于保护不住 还是没问题 哎呀 二位竟然说便是 我当然要问 水越深淹死的就越快啊 李谢令 你在朝中之人有很多你都得罪不起 就连震都要离让三分 你还是从丞相下边的爪牙开始吧 现如今经常贪官无力便利 你可以自由发布 好 当然 如果是抓到陛下的把柄 自然最好 这些读书人 心肠很贪毒的 尤其是秦宋的 十分的危险 如果你发现了什么线索 先知会本王一下 待本王斟酌之后 再行动不迟 我还放心 到时自会智慧王爷 智慧你才怪 别说有证据 但凡有机崩溃 肯定第一个砸了丞相府的大门 让他们杀我灭口 李爱卿 以后可万万不可 像今日一样鲁莽了 否则 为什么来杀身之祸 哎 殿下放心 我不是那种莽装的人 我鲁莽起来不是人 李县令 恭喜高升啊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能来 我父王昨日出征 特地交代我来保护你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师爷了 谁稀罕你保 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没什么 你这 怎么个没人呢 我还想问呢 走吧 后边看看去 哎 哎 哎 是我娘让你们来给我送饭的吗 什么送饭的 本官可是陛下亲典的县令 小的 李轩吧 参见县令大人 起来吧 哎 嘿嘿 呃 县令大人 您来了就好 以后 我就有饭吃了 我去 这哪里是补饭 这没个是个傻子啊 呃 吃饭的事情回头再说 我想问你 这县令中其他的人呢 呃 这个县令已整百多年 呃 现在就是下小的 和预防的老行动了 老行动 哎 老行动的人呢 呃 他人的 他 哎 他在那呢 你就是老行动啊 见到本官为何不贵 说什么 岂有此理 你们可知道 老夫 今日乃是刑部逐审 满生来 不知办了多少贪官奴隶 就算是月人无数了 我瞅你第一眼就看得出 你一定是一个屈烟覆势的狗官 但是阁下凭什么让我给你跪班啊 哎哎哎 老乡都又在县令跑起来了 呃老乡都让被贬了 哎 放肆子 李县令可是京官 什么 我原来是一位清官大佬爷呀 那好啊 阁下大可以现在就去抓一些参观和顽固回来 让老朽也开开眼 嗯 听鬼 我终于知道我我父王为什么让我过来 要不然 我在从王府里给你掉点人手过来哎哎 不用不用 这样挺好的 一个傻子 一个小丫头骗子 一个不听管教的老头子 这组合好 我要多死神仙都拦不住 大人给我慢吃 我也好肯定好好保护大人 嘿嘿嘿 正你的小生法 先保护好自己啊 你慢点吃别噎着 哎 不是一顿饭花了一秒 你饿死鬼出来的啊 哎 小娘子 陪本公子喝一杯怎么样 奴家已经是有相公人了 还望秦公子放过奴家 有相公了呀 本公子就喜欢你这样的 给本公子带走 那是何人 此人是秦飞龙的表弟 秦久安 他自想习武 献歌暴躁 仗着和丞相府的关系 欺能霸你 无恶不足 还曾当街打死鬼人 这么说 他身上有命案咯 嗯 对 不过 因为秦松的关系 因为秦松的关系 没人敢动他 没想到出来吃个饭 就遇到这么好的事 简直是惊喜连连 别人不敢忍 本官偏要 畜生 放开那个小娘子 救命 你是何人 本官 新任县令李长生 县令 小小的县令 一甘管到本公子的头上 你竟敢打本公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打的就是你 我管你是 当街调戏梁家父母 就该打 本公子可是秦久安 京城十三太保 京城十三太保 是吧 本公子的叔父乃是当朝丞相 当朝丞相是吧 混账 一个小小县令 织报率都大的小官 也敢打本公子 我看你是不搅活了 就是不搅活了 今天 你要不打死我 打死你混账玩意 不是说自由习武吗 怎么这么怂 愣着干什么 给本公子打 住手 秦久安 你好大的胆子 连王府的人都敢打 郡主 吃到小狗居 还不快活了 今天算你小子走运 此事本公子不会上班刚休的 我们走 我 本官让你走了吗 李长生 你在找死 李长生 他应该守着这什么事 跟你要走 走 不能走 按照大夏律法 当街调戏民女 欺压良善 该长二次大把 欺压三个月 欺压三个月 李长生 本公子不怕够 敢关本公子的人 还没出声呢 不关一个事 威胁朝廷命国 该打 你疯了 你忘记陛下和父皇 是怎么交代你的吗 一无不走 何以扫兵 我倒要看看 这十三态 究竟多利 李长生 我真的看错你了 你就是个猛夫 好 很好 给我打 往死里打 打死了丞相府负责 不是 来吧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一些吧 大人 要 压到县严吗 我操这么猛 被谁让你上来的 李长生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鲁莽啊 你抓一个秦九安有什么不用啊 我们的目的是扳倒秦松 对啊 这秦九安 是个怂包 秦松不是呀 希望他能出面 到时候把他也给打入大头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我正后会把你拿起来 哈哈哈 大人 大人 你请准备 已经交给老婆行者了 还不说大人干的漂亮 今天要不选拔了 你早的美名 死才更好 我还怕他不打死我 呃 大人 给我饭吃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大人的 看得非常的好 下回别干了 算了 知道不能欠点其他人 很单身 つ about Ahhh 过时 � 익尔龙公子到 嗯 台下何人 见到本官为何不贵啊 福趣 福趣 Jose 你好歹也是成相之子 连个举人都没考上 我看 你不是个秀才 是个蠢材吧 哈哈 是个蠢材 李长生 你看你骂 行了别背话了 说吧 过来何事 本公子代表衣服大的 过来是一人 本官代表京城县阳 不让保 李长生 你在干嘛 福音可是你的顶头上司 抗民不尊可是要掉脑的的 李长生 你想造反吗 李长生 你想造反吗 让我赶紧造反 让我杀了 我亲一曲造反 这秦飞龙倒是不送 今天 除非本官死 父亲 实验的单子 好 算你 动手吧 住手 金飞龙 你想干什么 进主殿下 你不准动你长生 进主殿下 这要是以前 我肯定会给你这个面子 但是现在 我家里 你再这样而行念命呢 那 那 那 不合适 你 敢在县衙之内 殴打朝廷官员 你不怕王法吗 王法 不难以说 在这个金城市内 我的话 它就是王法 好 再说了 他不从上令 我杀了他 这也没什么关系吧 今天感动你长生 我父王绝对不能饶过你 哦 三個男人 這女王 再說了就算他再上 哈 啊好一個無法無天的大王 本官喜歡 這首代价 就不要多管閒事了 Went alone 你不是想要殺我 快來吧 多管閒事 立長生 你想要死是吧 你让他们打死吗 李长生抗命不尊 妄图加害本公子 被本公子反杀 明白了吗 明白 进手吧 大人 大人 秦九安招了 秦九安招了呀 秦九安招了呀 大人 秦九安招了 啥人上来 退下 大人 你就不要再生老醒的气了 此前老朽有眼无珠 开碎了大人 但如今 我看到大人是真心为民请命的 我怎能在这关键时刻 不出一点连薄之力呢 大人 这供词 请大人过目 这老头怎么这么没有眼睛见啊 难不成秦九安 真有把柄握在他手中 秦九安说什么了 秦九安一供述 他在这三年间 活动他的手下 依其外卖京城梁家妇女共聚 一千八百一十八名 获赃银十万两 秀 一个区区女子 十千两白银 你以为是青楼的花 李朝圣 你将从下属 伪造公子 秦公子 方才老夫所言巨巨数实 我才认 买卖的京城梁家 都是父母妙龄少女 自然价值不悔 而且 我已将他的犯罪日期和犯罪细节 全都记录在案 其中他狡辩 这都什么个什么呀 我就是想搞个纹固 早点死掉 回去做神仙 他竟然真是有罪之神 秦白龙 如今证据确凿 秦九安注定难逃 你还要替他出从吗 李朝圣 今天算是幸运 不就必须在本屋子上 否则 甘生不死 我们走 不杀了本官就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林飞龙 本官允许你走了吗 行吧 重打二十大板 你 啊 混蛋 你敢打我 啊 啊你们快救我呀 啊哈哈 放肆 秦飞龙巨重闹事扰乱公堂 还试图加害本人 本就该打 而等若敢闹事 到罪龙主 啊 啊 啊 放肆陛下的诸托吗 哎 天子犯法也受您同罪 如果我连秦飞龙都不敢打的话 那不就估计了陛下的主托吗 你 于不可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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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哎大人打完了 打完了 够二十万看 我看 我看 还不扶我走 放肆 啊 本官让你们走了吗 你又想干什么 怎么 我承你连本公子也想关入大牢吗 你都没杀过我 我当然要把你关入大牢了 前公子真是从贵过眼 连这个能猜到 怎么还只是个秀才 公子没有断了 你没有全力管我 你盼死了 哎呦 怎么办 一派胡言 你灭世公堂 妄图加害朝廷命官 以上罪证 足够你关上你十年八年了 来人 给我压下去 陛下 西凉来我大厦最后一个番室窝 国虽小 也得纵失 倾向所言极是 好在有黄飞虎大将军 一直镇守西凉边关 才会使西方无语 此次西凉使臣进京 你可要好生招待他们 切莫让他们看清了大厦 是 李侠 曾定当竭尽全力 养我大厦国威 哼 别借机贪腐就行 你先下去吧 阵乏了 是 陈强大人不好了 两位公子被李长生抓住 被倒了半死 最后送进县阳大牢了 怎么还会这样 这 小的也不知道 是 县府的四爷送的信 哈 李长生 即刻在北县 土上冬土 北县 得让你死无前十 吃点 哎哼 你先去大人 哈哈哈 你还要心情吃饭呢 你能帮我们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了吗 当然是了班老成将 嗯 秦松冷蒙深算绝非常远 你真当他是好惹的吗 嗯 你没越小心他就越放肆 他就越放肆 嗯 我就是要以雷霆手段 灭灭他的税气 你 李长生 你赶紧把那两个人放了 否则一会轻松过来 真要了你的命 丞相大人到 丞相大人到 来了 吃点 来 喝点 大堂之类 饮酒吃肉 你把现牙当什么地方了 你们家的饭堂吗 别给我摆什么丞相的价值 在这里谁都一样 金造福福尹 乃是你的底部上司 建国令牌 你还不放人 你在替谁当菜 我在替帮朝绿 给老百姓咱们 说得好 本官是有百姓读义书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两个人 你带着 带人去玉房放人 什么 在 今天谁敢放人 当红结狱 立刻打杀 是 翔生 他把那两个人放了 否则别说事物吧 连陛下也搞不了你 老爷 刺 穷 我们 我不是对手 你就是 秦九安有罪 大可相信极业 本相 倒想不得了 我儿又犯了个罪 没什么罪 就是看他不顺眼 你胡说什么呢 你日秦飞楼藐视冰堂 意图谋害朝廷官员 郡主 那我不得招个礼物吗 我再也不理你了 你去死吧 区区九品县令 竟敢阴丝泄愤 报答丞相公子 来人 将此人打入死了啊 敲鸿文仔 见尽大人 真正有罪的乃是那秦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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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再说 丞相大人可放心 老头子自有分寸 启禀大人 据秦九安的供述 这三年来 他所拐卖梁家妇女所赚取的不义之财 绝大多数 都给了秦飞龙 这么说 秦飞龙是主谋 你可以这么说 不是 这老东西是怎么回事 显得你很能使爱是吧 飞龙虽然身性顽劣 但是顶性不乖 绝不会做此等事情 丞相大人有所不知 其实这秦飞龙 现已招任 他的确 每个月都有在秦九安那里收受赃银 这便是他亲手签字画押的供词 但若不相信 可过目 我认的这些字迹 的确是 秦飞龙的 谁知道是不是 而能故意陷害 区大臣遭 李长生 今日老胡必须把人带走 否则就别怪老胡不客气 你跟这一龙罪证此时 秦松就没办法弄死我 不行 但再给他加把火 我就是区大臣 你能拿我怎么样 不 要么你今天杀了我 要么 不可能带走他 好 很好 很好 你长生 你给本官等着 本官帝让你死无全尸 好 李爱卿昨日做得非常好 真是朕的功骨之臣啊 这个秦松啊 他平时嚣张跋扈 朕还是第一次见的赤饼 陛下谬赞了 下官只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而已 哎呀 那简直是功不可没呀 哎呀 等一会儿这个秦松过来 震刀要看看他是个什么表情 我只是想让他弄死我 谁知道他竟然是个怂崩 直接走了 神相敬见 臣参见陛下 秦相所来是为何事啊 陛下 西凉史臣预计今日到今 臣特来禀方 请陛下下旨 左礼部随微臣迎接 哈 啊 朕听说你儿子总是受了重伤 朕已经命人把他放出来了 陈相这几日就多陪陪儿子吧 不是 陛下你怎么把人给放了呢 你放了我 怎么给自己做上眼药 不给他上眼药 他就不会弄死我了 陛下 那西凉史臣怎么办 哦 那就交给李爱情去办吧 陛下 李县力从未操办过这种事 若是接待不周 恐有准大下不危 陈相 你既然这么想接待西凉史臣 那做本官的副手如何 到时候借机羞辱史臣一份 秦松必然上市参往 让秦松做一个宪令的副手 李长生还真能想得出来 呃 陛下 哎呀 父亲 这个混蛋 他父亲打我 他还公然顶庄您 真哪是打我的嘀咕啊 这是打您的脸呢 父亲 你站 哎呦 哎呦 怎么说话 你轻一点 再笑 再笑 把你卖起腰子里再笑 啊 父亲 你这屁还要抱着我父亲 哎呀 四个会提 放草 啊 啊 好 父亲 您想到办法了 这是自然 您这西凉史臣时 便是最好的 请你 哎呀 父亲还是您厉害啊 父亲 是吧 陛下真是虎 竟让一个九品小官 撞接待史臣的主官 是啊 那秦相给一个九品先令做出手 这不是让西凉史臣笑话吗 秦梁史臣大 秦梁史臣大 哈哈哈哈 见到本官为何不归 神像大人 这位是 此人名将李长生 来亲臣 欠 你 拿着鸡毛当令奸 难登大雅之堂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你 你 你 本官呐接待主官 陛下清风 再敢不言我 臣欺君之罪 啊 原来是李大人呀 九阳九阳 为什么 李大人 西凉和大夏向来交好 贵 就不逼了吧 三国外史建主官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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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相 你不会忘了吧 贵 贵 我李大人 起来吧 陈相大人 三年前一别 听闻 您一直想见 西域无际的分子 请 我给您大人 哦 谢谢陈相大人 二位大人客气了 当时 也不过是随口一说 哈哈哈哈 这就不必了 若是采阳出去 恐怕有损大夏的民生呢 哎 陈相大人 我等之间是好友 私下馈赠 你国旗无干 是啊大人 好友之间相赞 不必有顾虑 这个 既然丞相有顾虑 那我就带着 这 怎么 有意见 愣着干嘛 走 这 这 丞相那人 此人也太跋扈了 就是 一个小小的酒品官 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再让他嚣张一天 明日 就让他人头落地 我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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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帮子 哎我不吃你强生的 天律大人 昨夜在房间里 等了两个夫妻 呃 年轻好大 嗯 那两个夫妻 笑了一个晚上 你 这个色欲熏的冲男人 这 这个枪子气死我了 我 我看今天早上被陛下召见 去早上面胜了 坏了 早上恐怕有出事 必须赶紧见这两位女子送回去 诸位爱卿 还有何事禀奏啊 陛下 曾有事要奏 秦相请讲 陛下 曾堂和李长生 收受使臣胡鸡 有如国体 请陛下将李长生罢官打入大牢 终于来了 让我好等啊 长相大人你要给力啊 陛下 李长生当着使臣的面 殴打为臣 此事若是传扬出去 定上大厦蒙羞啊 陛下 据臣所知 李长生不是收受胡鸡 而是抢了使臣的爱妾 李长生 何有此事啊 李长生 当着陛下的面 你可别想抵赖 想抵赖也没用 那使臣就在京城 可以随时入宫对峙 不用对峙了 就是陈作的 不用对峙了 就是陈作的 这个李长生 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还有什么后造 李长生 你殴打朝廷命官 剥夺使臣爱妾也就罢了 当着陛下的面 你还敢如此嚣张跋扈 你这圣贤书都堵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救命 你是不是还没挨够打你 陛下 你也看见了 他当着你的面 还想殴打魏臣 请陛下 替魏臣做主啊 李长生 朕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 告诉朕 为何要抢夺使臣爱妾 没有为什么 就是喜欢 不过话说 那两个红鸡 确实可以 方式 你抢了也就罢了 还敢再次炫耀 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 请陛下下旨 将此人罢官斩首 请陛下下旨 将此人罢官斩首 李长生 朕在给你最后一次解释的机会 否则 朕 绝不饶你 哎呀 不必了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限定 就想享受享受 你也太苛刻了吧 反了 这个小问反了陛下 此人不除 大下将永无临日 请陛下将此人斩首 放肆 李长生 亏阵如此信任你 你却如此待阵 来人 将李长生斩于殿上 立即行刑 以正国法 挑战留人 你怎么来了 待会儿给你随着 陛下 李先令无罪 郡主殿下 李长生所作所为 有损国体证据确凿 李长生自己都承认了 难道郡主殿下 还要替他辩护不成 李长生 身为臣子 入墨陛下 身为接待大臣 抢夺使臣乎姬 每一条可都是死罪 是不是死罪 看看证据不就知道 郡主 有何证据啊 陛下 那两位胡鸡女子 并非是什么使臣的爱气 而是南蛮送给 七娘的两位间谍 两人现已压入大牢 这是证词 请陛下过目 姐姐 如今我们入不了相府 如何窃取大侠军机 这个李长生 不按套路出牌 看来 我们此次之嫌 一样无共而返 竟然是真的 李爱卿果然料事如神 竟然早就料到 他们是间谍 是朕错怪你了 李爱卿 莫怪朕啊 天地良心 我真不知道那两个人是间谍 天地良心 我真不知道那两个人是间谍 我就是个耗死的狗官 求求你们了 砍我不行吗 县尘大人真是好福气啊 一夜春宵 感觉如何呀 还行吧 就是这狐鸡有狐臭 没想到是难瞒见敌 看来是意犹未尽啊 要不要让我再给你寻两个过来呀 此话当真 李长生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要不是因为我 你早都被陛下砍尿脑袋了 本官又没让你去 大人您回来了 参见大人 此二人已被关押至预防 尚未来得及提审 怎么 大人现在要审啊 那我这就去提 不用了 把他们放了吧 说放 为什么要放啊 他们可是戴罪之身 有窃取大下机密的重大嫌疑 不是你是宪令我宪令 去放 嗯是 我都敢 李长生 本眷就再也不理你了 不理就不理 这会添乱 若是秦松知道我私自放人 肯定又要给我罗列猪多罪你 秦相啊秦相 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 那啊 父亲你说什么 这李长生竟然没被杀口 这怎么会如此啊 李长生犯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这是我你竟然没杀他 这小王民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吗 闭嘴 那是陛下你再来如此说话 我打断你的腿 你竟然没杀口 我请你们 你怎么使败得如此谨慎 您全部也这样 既然不如昨日啊 如今陛下依靠李长生 恐怕叫做为父动手了 秦相 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答案清楚 秦相 据可靠消息 那李常盛把西梁史辰放了 哦 哈哈哈哈 这李朝鲜就是在多死了他 谁说不是呢 死亡敌过太子 那可是实罪啊 要是抓住司机定名了他 把官丢命对 我说 学生暂时不要生死了 这要什么一盒呀 对呀父亲 这可是千载难过的好机会啊 此人诡计独断不按藏领出白 这次 不是又在谋算什么 我们不能上当啊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不能放任他 没所欲为了 哼 放心 马上就是太后的送单 到时候 自有方法 再治他 李爱卿 镇前几日命你审问的西梁史辰 进展如何了 回陛下我给他给放了 放了 对 这群人怎么回事 我可是没神问就放人了 他们不会不知道吧 李爱卿为何如此主持 难道不知道他们跟敌国探子有瓜哥吗 陛下 我觉得他们没什么问题我就给他放了 秦相啊我都提示的这么清楚了 你怎么还没有动静 李长生定是为了维护大夏和西梁之间的关系 朕险些被愤怒冲昏了头 还没李长生想的明白 放了就放了吧 诸位爱卿可还有事要揍了 这就完了 不对啊 秦相你咋回事 陛下 再过两日便是太后寿臣 正好西梁史辰在 不如再史辰觐见时为太后贺寿 以嫌我大下国威 准 陛下 李县令聪明机灵 又是迎接主官 何不让李县令也参与贺寿 并能让太后奉言大悦 老师 随便抓你一个小辫子 就足以让你掉老蛋 秦松这老狐狸 八成是想给我挖坑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李爱卿可愿参加 嗯 回陛下 很愿意 我要一个老行动送过去 你是不是没送 但是完全我肯定是送过去了 这还差不多 喝点 嗯我我专家就醉 我娘不让我喝酒 没意思 县尊大人生活不错 郡主怎么来的 来看看你有没有死 喝郡主的福啊 我倒是想死 关键还是死不了啊 哎呀好吧 之前是我不对 你别生气了 我一个酒品芝麻官 哪敢声音迅主气啊 李长生 我好心过来帮你 你竟然冷言冷语 谁稀罕你不忙啊 你不帮我倒忙的不错了 哎 哎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错了 这还差不多 你逗我玩呢 哪有啊 哎 你不是也猜猜太后的生辰吗 我看你这一穷二白的样子 肯定跳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 到时候太后怪的下来 这琴碎又山峰点火 又该死了 要不然去王府挑些人礼物来 不必啊 我早就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什么礼物啊 那不能告诉你 肯定是好东西 只要能让太后这 然后杀了我 那就是好东西啊 秦相送上满海御国一村 顾顾侍郎姬无命 送上前朝字画一幅 母后 你觉得这些礼物怎么样了 每年都是如此 无趣 对了 天文西凉使节来了 他们献了什么贺礼啊 儿臣故知 传西凉使臣 宣西净见 外臣参见陛下参见太后 宣西净 谢陛下 这么多珍珠 我给你太后 此物难由一百零八颗和土珍珠 相欠二十 苛刻金银 且终于一世 珍贵无比啊 确实 好 好 两位信使有心了 钟爱卿也有心了 太后陛下 李宪令还会献你呢 李宪令是何人 就是儿臣经常跟你语的 李承生 李承生 你的贺礼呢 那个陛下太后 臣的贺礼在这儿 我 我 我 长生 你好大的狗胆 太后寿臣 你竟然送上叶达白纸 你好大的狗胆 太后寿臣 你竟然送上叶达白纸 什么白纸 这难不成 难不动西凉 我们大家的事情已经败了吗 先别说话 再看一下 李长生公然诅咒太后 放肆 竟然敢忽然诅咒挨家 李长生你疯了吗 他把他白纸啊 李长生 给朕一个解释 否则朕绝不饶你 太后恕罪皇上恕罪 这件事情都是金总的错 李长生 前两日星成让李长生 去王府为太后挑选贺礼 许是当时弄错了 不是怎么哪都有你啊 陛下太后 此事不关郡主的事 臣送的就是一张白纸 李长生你疯了吗 太后陛下 李长生公然诅咒太后论罪当初 陛下 此人当着使臣的面 工人诅咒太后 此事若台阳出去 我大厦国为何在呀 西凉蜀国恐怕要反呢 请陛下下旨 将此人咋找 杀了我就是说 这两个都想要窃取大厦军机 想要造反的 大厦迟早都要服务 反了反了陛下 今日你若不斩此人 哀家不认你这个子嗣 好好好 所纵太后 试图颠覆社稷 来人 将此人拉出去斩了 哎 天日我死 明日西洋就会反 后日我大厦就亡 只要罢了 也要费 把闪关闪 规笋 要贴大尔 必须要贴大尔 你怎么会贴大尔 莫名 你原来 你那些好 就是金霞赫兽 李县令并非是羊诅咒太后 而是他为官清廉囊中羞涩 买不起贺礼 所以才出此下策献欢献福 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 向前蓝满至宝洗脱罪名 北厢让你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十八命 陛下 曾怀疑李长生有勾结蓝满出卖大夏的 协议请陛下策查 我的好丞相 你终于出手了 秦相何出此言呢 陛下 您难道就不奇怪 一个区区九品芝麻官是如何知晓金霞赫兽的呢 这其中必有猫力 陛下 定是李长生勾结南蛮 妄图颠覆我大夏社稷呀 你胡说 这珍珠兽乃是西凉使者先生 能和西凉使者也要用我反弄成 没错 本官确实勾结南蛮 这两位西凉使者也是我的内应 对吧 没有人 李长生 没有我的事情 你有自己这样乱什么 陛下此人太嚣张了 请陛下下旨 将此人斩首 李长生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了 哎呀 行了 别拖了 建议队有什么墓下来 起来吧 李大人呼眼如炬 我等服了 西凉服了 你 你演戏吧 对不起了两位 本钱回归仙界 并让你们下辈子荣华富贵 两个起来 李大人呼眼如炬 我等服了 西凉服了 求您 别在这里演戏吧 演戏 演什么戏 我们服了 从您刚上出这张白纸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事情已经败露了 李大人 陛下 这金虾和肉 确实是南蛮使者 送给我们西凉 是想让西凉备来大虾的礼物 而且西凉王说 带我二人返回 便同南蛮一起出兵 没想到 这被李大人点破 事到如今 我等再不招供 恐怕会有杀身之祸 是 李大人神经妙奋 对我二人返回西凉 一帝 币圈西凉王 安分守己 啊 是是是是啊陛下 我 西凉竟然要谋反 难不成 这李长生真的是在演戏 李长生连这些都能猜到 这不可能 李长生 你真的是这么小的 是 我没有 哎你别解释了我都懂 啊 你懂个屁 这都什么事啊 李爱卿 穿扶设计 无债而屈人之兵 好 这份礼物 哀家十分喜欢 李爱卿为了大夏的江山设计 这是用心良苦啊 秦相 看来是我等误会李爱卿 陛下所言即逝 是我的鲁马 陛下英明 主位我真的是在诅咒太后啊 我只想一死啊 为什么这么难呢 李长生 你是怎么猜到 男男和西凉勾结的事情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哎 你看什么气啊 今天刚死里逃生 你应该高兴才能 就是因为死里逃生 我才不高兴 大人 行行好吧 我个孙女已经三天没有吃饭 一定饭了 老安家 你姓什么 为何会沦落至此 为何不回家 小老儿姓土 江南人是老家闹的存在 为了活命 一路乞讨来起 拿去吃顿饭吧 谢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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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多吃点 多吃点身体好 我哪里吃的虾呀 吃吧 今日差点被斩首 多管那两个时辰 再见李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回李大人 我们要回西凉护命 特来向李大人告别 而且 我们已经提前传信 将在大厦发生的一切 告知了西凉王 笑了 他笑的这么阴森 给谁看呢 要不是你们 今天我必死无疑 你们这就要回去了 你看看你们走得太匆忙了 我礼物都没准备好呢 这样 我送你们 上西天 行吧 在 把他人乱过来打死 父亲 您说都是真的 一掌声 心思深沉 深谋远 来为父 平身警戒 父亲 您可千万不用泄气啊 为父怎么会泄气 就算他再竹子多谋 北下里面搬到他 请下 大喜事 大喜事呀 何事啊 今日那西凉使臣离京 去和李长崇道别 竟贵他 乱棍打死 偷是街头啊 嗯 我当真 手下亲眼所见 句句属识呀 好啊 两国交战不战来时 李长生这次死定了 若不灭上 李长生 你还有心思在这睡觉 都快没命了 你知道吗 哎呀 不就是杀了两个敌国探子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你探子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和失者无关 你现在又杀了他们 你你疯了吗 哎呀 我就是疯了 再不杀了 我就真疯了 别睡了 赶紧你也离京 不然北下肯定找不了你 快点 正直到 长生不进攻面胜 郡主今天 李长生今天 参见一下 郡主所来为何啊 回陛下 我是县衙师爷 李英同意 李长生所问来杀头之罪 郡主还是少仓和 陛下 此事定有蹊跷 还望陛下明察 吴端打杀 西凉史层 闹得满城风雨 人间皆知 能有何隐情 陛下 曾请致李长生死罪 秦宋果然给力啊 李长生 你是不是该给朕一个解释啊 哎呀 李下 那西域勾结难瞒 妄图窃取他们大厦的军机 试图颠覆他们大厦 那我打杀他们不很正常吗 门嘴胡言 你是当时的接待之时 两位史诚怠慢了你 你怀恨在心 才将他二人打杀 放肆 李长生 朕在给你最后一次解释的机会 否则 别怪朕不念昔日勤奋 李长生 别胡说 一定令你解释的对不对 哎呀 你解释什么呀 你要非说有隐情的话 那 我就是看他们不顺眼 陛下 此人嚣张跋扈 数次武力陛下 曾经致李长生死罪 来人 老师你押入死牢 三日后奋斩 李下受罪 此日里有原因 李长生你快说啊 呀有什么好说的 所见就为失职 你好烦啊 让我死不行吗 压下去 三日后 这亲自兼斩 姑娘老汉有礼了 老人家 您怎么来 几日前 公子 施舍银俩给老汉 让我们爷孙俩保重幸福 如今我儿 找人捎来口气 说已找到容身之处 让我返乡 特来与二位告别 对了 那位公子呢 他这几日有事 不再惊 李长生 陛下特意传来密集 让我再询问 你是否另有引擎 你可别让我说 可惜了 林兴贤不能与公子见个一面 无妨 这件事情 我会亲自转告一来 多谢姑娘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跟我来说话呀 明天都要被斩首 你还有新鲜电机吃的 那也得做个保死鬼 李长生 实话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要打上那个时辰 哎呀 因为 我看他不顺眼 你一定有原因的肯定 你告诉我原因 我和陛下都能救你 原因 是有 什么原因你快说 二人觐见的时候对本官无理 本官怀旋在心所以就 李长生 你有完没完啊 你真的想死啊 没错我就是想死 不死怎么回天平做逍遥神仙 好 你就等着被斩首吧你 李下 实在 李长生 你无端打杀西凉使臣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口说的 陛下 无话可说 人就是我杀的 好 行行 陛下 西凉使臣妄图借取大夏军机 李宪令打杀两人也是正常的呀 君主殿下还想为此人开脱吗 两国交战 丧且不再来死 更何况 海尔仁已经改过自信 愿意劝说西凉王归附大夏 如今 被李长生所杀 我大夏 如何向西凉交代呀 西凉都要造反了 你还要给西凉交代 可不可笑 放肆 陛下 臣愿携此人头颅 出使西凉 以消西凉王路 杀了我也没用 此刻西凉估计早就已经反了 大夏要亡喽 我这么说你们是不是狠气 赶紧杀了我 敢诅咒江山社稷 来人将此人斩首 以正国法 西凉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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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留言 陛下西凉反了 西凉反了 到底怎么回事 陛下 西凉两日前起兵谋反 黄龟虎将军已出兵镇压 这是黄将军的亲笔出信 西凉真的反了 陛下 既然西凉已经谋反 那李县令打杀的两位使者 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啊 难道 这错怪李爱卿了 难道 李爱卿早就料到西凉必反 不是 怎么会是 西凉真的反了 陛下 没有被他所骗 硬是西凉 替我使臣被杀 才造反了 对呀 陛下 长城三日前杀了使臣 西凉两日前造反 定是西凉王得了消息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赶紧杀了我 陛下 臣在返回途中 还截获了西凉使臣的书信 请陛下过目 陛下 真不错怪你爱卿 陛下何出此言 肯定是李长生斩杀使臣 才导致西凉造反的呀 陛下你自己看 这怎么看呢 使臣 李金权 你输信了西凉王有西凉王造反 是 西凉之臣不利在先 西凉王造反在后 李爱卿杀了二位 简直是立了大功了 居然连这都能算到 这又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呀 什么呀 你又离公啊 你又离公啊 太好了 现在大人不死 了以后就不愁没法吃了 哈哈哈 你倒是高兴了 太难了 李长生 你是怎么知道这西凉肯定要造反的 懵的 这都能猜到 你也太厉害了吧 嘿嘿 我要是知道西凉真的要造反 我肯定快把嘉宾送两个时辰离京 可否让皇帝定我个叛国之罪 哎 你别躺下啊 陛下说了赶紧起诉以凡基金面胜了 知道了 陛下 将来水灾严重 李长生又无赠灾经验 让他做赠灾针针恐有不妥 依老臣看 还是护物侍郎姬无命比较合适 老东西 性感我你这 可 那就一请向左言 让李长生做个副手吧 陛下阴谋 好了 你先退下吧 是 参见殿下 李爱情无必夺礼 朕本来是想让你主持这江南震灾之事 谁知这秦松事大 朕只给你争取了一个副手之职 你何愿前往啊 小皇帝怕是要抓秦松的小便呢 这是美差呀 啊 臣愿意 臣一定不会让陛下失望的 你果然是朕的恭虎之臣 此次出行呢 务必小心 请 殿下放心 前下 你一定不要放过我啊 下官拜见丞相 我这丞相 换下官而来 所为何事呀 江南震灾之事 老夫让陛下 命你为钦差 你可知道怎么做了 多谢丞相 下官都懂 都懂 还有 这次陛下 又让李长生做你的副手 但我 想杀了 这个 下官恐怕做不到呀 你是钦差 有先斩后奏这拳 随便罗列几个小罪名 难道还怕他跑了不成 下官明白 下官明白 不是 实验姐姐来了 列姐吃包子 我不吃 李长生呢 他不是要去江南诊栽吗 当然一个时间就已经离开了 他说要自己去 自己去 啊 啊 新宗正找不到理由去杀他 他不要命了 去吧 你跟我走 哎 你干嘛 当然是和李长生一起去江南了 当然不让我去 我的包子还没吃完呢 你就别怪你的包子了 找不到李长生他恐怕就没命了 啊 叫人 叫人 长生 官本官何事呀 您不是奉旨去江南震灾吗 陛下喊我一通前去 龙去 嗯 知道了 哎 慢点慢点 怎么了 大人有力任何人不去上车 哎 姬大人 是陛下下令让我做父亲差的 本官知道 知道你还不让我上车 陛下让你做父亲差 也没有让你我二人同乘一辆马车呀 再说了 这马车是本官的失财 你要是没有马车呀 就走着去吧 走 早晚有一天我收拾你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若是不来 你如何去往江南 下了 嗯 我们走吧 郡主还没上车不能走 你还真打算一个人走啊 你们也要这么一块去啊 师爷姐姐担心你怕你死了 说要保护你 哎呀不用 我自己去都行 走啊 哎 行吧 那要走吧 大人 他那这都是怎么了 为什么都躺在地上 大人 拜承他去尸锁 快走 大人就再也就过来了 你慢点吃啊 不长时间 多谢这位小姐救命之恩 我们实在是 活不下去了 小姐 你清醒好 把我闺女也带走吧 他跟着我 只会饿死 朝廷不是已经发放镇灾粮了吗 为什么你们会饿成这样 镇灾 朝廷是镇灾了 但每天 只供应一小碗米粥 那碗里 连一粒米都看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啊 粮食呢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当地官员 勾结镇灾粮官员 他没了呗 朝廷什么样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位公长说的不错 我们这些灾民 快要饿死了 但江南之府何文宏 他的府上每天大鱼大肉 前两天 说来了个钦差 我们本以为 会为我等做主 但这钦差 更是混蛋 这些天 连米粥都不勾硬了 机无命 不让本性来呢 就让你死 哈哈哈哈 何大人这真是逍遥呀 不像我等 金主 时时小心呢 机大人说笑 下官 想着这 质坚荣华 还不是仰仗 机大人和丞相大人 大人天里飘处来江南震灾 劳苦功高 我等 敬大人一杯 好说好说 敬大人 敬大人 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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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质大人 质大人 做的是院来业 哈哈哈 全都业 那质大人和滕江大人呢 好 很好 大人 促大人 此次陛下 还派的一个 酒品线会员 为 decrement 可你此是 确有 不愿意 做的这件事 许会放心 他不过是一个 芝麻绿豆大的 酒品芝麻 哈哈哈 哈哈 只是他不来便爸 他若来 我就没打算 让他回去 这大人果然霸气 要是这大人想如何应对 你无需多问 你只需知道 他道之时便是他人头落地 知 李大人 你打算让谁人头落地啊 李大人 你打算让谁人头落地啊 你们这些狗官 百姓们遭了水灾流离失所 你们竟敢再吃大鱼大肉 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 俊殿下 本官乃是凤子前来江南震灾 何大人用自己的俸禄招待本官 有什么问题 殿下 这可是下官服侠奉利审出来的 招待一下青天大人 有错这眼 你们这些狗官 吃点喝点固然无数 但本官想问你 朝廷震灾粮下放多日 为何江南还会饿瓢遍地 李朝圣 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本官才是凤子钦差 你什么是个副手 你给我闭嘴 本官问你们 江南上为何会饿瓢遍野 李朝圣 你不要进去不吃石滑酒 本官还想问问你呢 身为副官 为何迟于本官道于江南城呢 就凭这一步 本官就能将你先斩后奏 原来刚才鸡大人所说 让我人头落地 李朝圣 你以下犯上 消极懒证 导致江南城百姓 恶食上万 将你人头落地又如何 竟敢污蔑我等 你眼里还有王法吗 君主殿下 我这就是在维护王法 维护陛下 李朝圣 君主殿必死无疑 好你个狗官 你拾君之路 却贪赃王法 导致流民遍地 恶嫖变野 今日 我就替天行道 准备 打 是 打 你 李朝圣 你好大的狗胆 你竟敢殴打本官 本官回京之后 便贬民圣上 将你人头落地 回京 我慢意就回不了京了 权霸 给我打 打死我一只 是 加油 权霸 住手 继续打 不能再打了 再打就真出人命了 李朝圣 你只不过是个九品下官 我就不信 你敢打死本官 哼 我打 权 可是死罪 回头下官必尚书 将此事告知陛下 睁开你们的狗眼 看清楚 本官像是那种 攀生怕死的人吗 来之前我就已经告诉你 你不让灾民火 本官就让你死 权霸 给我打 打到死为止 你住手 你疯了 打死他 他就是打了陛下的脸面 你也活不成 是皇上的脸面重要 还是这天下百姓的命重要 鸡无命 今日 你必死无疑 权霸 给我打死他 你今天要打死他 你就先打死我 权霸 你只要打死他 我就给你买肉包吃 我还要吃肉包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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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我专门从何之死的傅里面 搜刮过来 呃 我想给大街上那群人吃 放心吧 他们也要吃 那他们有肉包吃吗 肉包 恐怕是没有 但也放心 只要有我在 就一定能保住 嗯 好 那我少吃几个 嘿嘿嘿 你们还有心情吃东西啊 知道吗 鸡无命已经因为重伤不治 已经死了 死了 死了好啊 李长生 你有没有脑子呀 陛下是让你们去抓 他们贪污的证据 不是让你杀人的 鸡无命乃是一品大官 更是奉主金钗 你杀了他等着你造反 陛下也救不了你知道吗 为天下苍生而死 死得起走 你死了我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我 本君主是说 朝廷怎么办大夏怎么办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县令 命都豁出去的还让我怎么办 够对了起大夏了 你 你对这个云碧哥的 师爷姐姐 哎 大人 师爷姐姐好像喜欢你 你傻子懂的 傻子不懂 就你不懂 哎 我怎么现在想这事 鸡无命毕竟是个贪官 杀了他还不至于让皇帝杀我 那再点一把火 师爷 啊 师爷姐姐一早就出发去周旷 给三民失踪了 嗯 知道了 走跟我去织法牙 是要是打人吗 打什么人 咱要去办一件大事 走好 嘿嘿嘿 下官参见 各位大人 您可以客气 坐吧 我又不是老虎 又不会吃人 坐坐坐 李大人 我等昨夜 也要被人手 开始做本镇灾 这是镇灾两本 不错 不错 诸位大人笑着好高 是非父母官 正记在您 是我怎么办 可大人 您跟丞相之间 应该也有个仗的办法 拿来我上 哎哎 李大人 杀魂从未 他莫镇灾一个马 都是丞相和救命逼迫的呀 这是赵头 大人随意翻看 我等绝没有探索 你们还没看过 一点也没关系 我只想说 从此以后 丞相等人中的任何 都要限制的 我只想说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丞相等人分的镇灾法 都要限制的 嗯 大人 这是何 我什么意思 何大人 嗯 嗯 嗯 真的是 这正在两款 对没错 我这个 我要分 这 明白吗 下官明白 明白 本官向来主张和气生财 所以 诸位大人不必惊恐 不必害怕 啊 啊 是是是 李大人说的对 何计生财 可惜啊 鸡大人也对死 以后 不就是正丹心才 总不能看着百姓红红饿死 所以 还望各位大人多少拿出来点 各位可明白 明白 我等 并拿出全部家产 这些赛名 呃 可是大人 这鸡胖 还不够啊 一斤赈灾料 可以换三斤 灾名吗 吃什么 这还需要我教你们 下官明白 下官明白 大人 为什么 要给灾名吃福康呢 他们不认为吃肉包吗 你就知道肉包 你知不知道 一斤康米可以换三斤品 可以就三个灾名 如今大厦国库紧张 哪有那么多 还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李昌生 你这个狗国 本军就能砍了你 你这个狗国 本军就能砍了你 赶紧砍了我 砍了我 啊 你 哎 砍啊 郡主 我不砍了 李昌生 是不是你下令的 给那些灾名吃福康 没错 是我下令把米粥换成福康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那那些赈灾的粮款呢 赈灾的粮款也在大人那 他拿九成 我接着听到的 李昌生 你居然敢拿九成的粮款 你这不救命先救官吗 我吃饱了 才有力气给他们发赈灾粮了 对不对 你个混蛋 我要看你 师爷姐姐 不准你杀现存大人 为何 你杀了他 就没人给我买肉包吃了 他就是个混蛋 什么 你让开 你让他杀了我 杀了我 我保证让你每天都有包子吃 好 那你 杀了现实大人吧 好 李昌生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有恃无恐 不敢 不敢了 我以为 你是一个清官 没有想到你跟朝当上那些猪公一模一样 李昌生 从今往后 我被一刀两断 这小丫头真不靠谱 一刀砍了我多好啊 苏不康 这是给人吃的吗 听说把米粥换成了苏不康 原来我还不信 就真的 相信吗 如今是大灾之年保密要紧 官府没有过多的粮食 大家就将就一下吧 将就 什么叫将就一下 你们怎么不将就一下 难道三明就不是人吗 对 今天要不给我们米粥啊 我们就不走了对不对啊 将军们 二零招三虎 煽动百姓作乱 官府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不想吃啊 就给我滚蛋 不吃就吃 谁吃啊 这他妈给牲口吃的谁吃 李长生 你这个混蛋 你丫头啊 你谢谢你别渴 他们呢 就是滚吃和喝的 您和朱子言啊 他们我都是灾民吗 如今 是大灾籽的 啊 不是所有人都吃不上饭 乌尔乐 找三虎 来这周朋啊 我就是为了他图占便宜而已 占便宜 是啊 你要说啊 这金斋大人啊 也真是个神人 把这米粥 换成了福康 才能让这振载粮啊 真正进到灾民的肚子 一斤草米换三斤福康 这样 才能救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我想去 难道 我真的不会李长生了 不会 你救什么 师爷姐姐 玄霸 你怎么来了 李长生人呢 先曾大人说 正在之事基本上已经结束 准备收拾行李 反经复命 让我来问师爷姐姐 是否一同反经 反经 你们口中这先曾大人 是不是经柴李大人呢 就是 这李大人 真是救不救难的活菩萨呀 这是江南北县 那几大人最多烂民伞 压倒 你帮我亲自的交给他 李长生这个大 竟然有人给他送烂民伞 老人家您放心 我肯定会亲自交给他的 师爷姐姐 你到底要不要一同反经 我要在江南停留两日 继续施照 除非他妻子来亲 我肯定会同他一起回去 太好了 我不用买三十个肉包了 什么肉包 先生大人跟我打赌 说是 要是师爷姐姐 你同意回去 就让我给他买三十个肉包 要是不同意回去 就让我给他买三个肉包 李长生 你这个混蛋 居然拿我来打赌 我不会放过你的 谢谢师爷姐姐 不让我买三十个包子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照顾好自己啊 嘿嘿嘿 丫头 这孩子 脑子是不是不太凌晃 这怎么算 他都得掏钱呢 这个混蛋 连傻子都骗 我不会放过你的 大人 我回来了 慢点喝 别噎着了 郡主呢 郡主 郡主说 是要再停留两天 停两天 还说什么呢 他还说 你是个混蛋 不当好死 走 多美妙的称赛呀 哎嘿嘿 走吧 大人不在等等吗 等什么 按照规矩 钦差返金复命 当地官员是要相送的 当地官员 几乎掏出了全部家产 他们的官恨死我 怎么可能来送我 走 哎嘿 老爷 李长生走了 李长生走了 知道了 干 哎 终于把这温室 现在收回了 走是走了 如今我等他口袋也空了 走就走了 李长生还把我们家里掏空 实在是可恨他 何大人 我等实在是厌不下这口笑 对 不必如此 本官 那个番叔给丞相 丞相 你不会让 再回到清晨 我 父亲 父亲 大事不好了 父亲 父亲 我跳跳的成何体统 说 江南福和文宏传述 说鸡无命大人 已经被李长生打杀 李长生现在再回京了路上了 信中还说了什么 信中还说 李长生贪污了九成的赈灾良款 他摸了九成 不错 父亲 此人绿绿跟您作对 他先是打杀朝廷一品大员 然后又摸了九成的赈灾两款 父亲 正好可以趁这次机会 让陛下杀了他 一对 李长生将敢杀鸡无命 便是藏了他的证据 若是反经 你还有面子 那该怎么办 反经徒宗 你说要是能截杀李长生 那会不会查到是我们做的 如今江南水患横行 游民遍地 落草为寇子不知反几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父亲放心 我是全明白了 等等 如今李长生还是名义上 他就在测试了万个有差测 我们的万 父亲忘信 绝对不会有差事的 你长生啊你长生 老父定会让你安然烦情 山丁水 还有酒过本 真美 大人 我想吃肉包 好 你看我像肉包吧 这荒郊野地的 我上哪儿就给你弄肉包去 嗯 大人大人大人 你 我长长 干嘛 那边有尸体 八城附近是有山匪 山匪 山匪 是好大人我们快走吧 若是来一虎山匪把我给杀了 也不错 慌什么 本官向来运气很好 不怕遇上山匪 大人八仙 只要有我在 绝对不会让你有生命之忧的 这个李玄吧 武艺高强 若是真有山匪 未必打不过他 哎有了 大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娘不让我 哎呀我知道你娘说 你一喝酒做租 但是呢 喝酒能增加运气值 你信我的还是信你娘的 嗯 我信我娘的 你行 以后啊 别再想有肉包的事 肉包 大人我信你的 怎么样 没好吧 哎 哎 嘿嘿嘿 不是 哎哎 不是 呃 呃 真一下子就醉了 大人大人我们快走吧 大人 走 往哪里走 想走 想往哪里走啊 呃 知道本官是谁吗 这敢拦路抢劫 呦 这还是个官 这怪不得有人花一千两来买你的狗命 买我的命 太好 嗯 告诉你们啊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大人你说什么 我爸呢 你不是财务了很多钱吗 就给他们吧 你说什么呢 大人我不想死啊 我上有了下有去吧 我告诉你们 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 什么要我的命啊 尽管来拿 但是他们两个人 麻烦你们高抬贵手 放了他们 真是一个舍命不舍财的三官 你倒挺仗义的 今日啊 你们一个都别想偷 踏破铁铁无秘书 得来节目不足够 终于要死了 这人 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偷 这人 我要 我尼玛 爹 你个小畜生 做了强盗也算了 还敢对恩公下手 什么恩公啊 肚子不够贪官 恩公 不是 什么情况 我都不认识你们 什么时候成你们恩公了 赶紧来杀我 快快快 愁你把恩公气的 恩公 可记得小老儿 你是 你是江南受了灾流落京城的那个老人家 对对 正是小老儿 恩公当时赏了一两银子给小老儿 才使我们耶孙保住了性命 若不是恩公 为父早就饿死在京城了 这位就是给您银子的恩公 你说呢 你个畜生 差点杀了恩公 还不跪下给恩公道歉 恩公在上 请做八天三大 起来吧 起来吧 没想到 会在这遇到恩公 恩公没有受惊报 没有啊 这都什么事啊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劫匪 马上就没命了 竟然变成恩公 早孽呀 恩公怎么会出现在此地 我来江南镇灾 现在回京城复命 没有想到就遇到你们了 难不成 恩公就是江南流传盛广的李青天 李青天 不认识 大人竟然不知吗 此次镇灾救活了不少江南百姓 你就是江南百姓 心目中的再生父母 小的差点误杀了恩公 请恩公恕罪 别别别 你若是杀了我 我倒要好好感谢你一番的 要不恩公去我那逗留几日 小的好生招待 算了 哪路要 你个山匪 邀请朝廷官员入匪窝 适合聚集 不如让这小畜生 护诉你上路 以防不测 哎呦 我们几个人 不日子就行了 恩公 怎么也得让我们做点什么 感谢你的恩情吧 你们可山匪 说句难听的就是反贼 我让你们报答什么 反贼有了 嗯 那个想要报答也不是不可以 等着 恩公请讲 上刀山下湖海 把片眼睛都不眨下 我这里原来有数十万点 你拿回去之后买盔甲刀兵 刀兵关系 我刚买这个祖神 知道是要被杀头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买好之后去京城找我 告诉我 本官自有妙用 若是这次皇帝还不杀了 就只能骑兵造反了 我怎么代用 你去哪 真说 你不要 这次行 你去哪 我去哪 你去哪 我去哪 你去哪 你这次 孩儿也不吃啊 父亲 李长生手中有您探破的证据 必在 李长生要是有老夫的证据 陛下早就派人鸡拉老夫了 他手中没有证据 此事还不明瞄 爱儿 存护 这京城中边人多眼砸 没有几个老呆 那你们该怎么办嘛 老夫进宫一探自检分销 哎 夫妻您小心啊 张哥 李安 不应该啊 按理说我杀了鸡无命 还贪磨的镇赃款是死罪啊 秦森这老家伙 应该请圣旨 缉纳我的 大人 我们为什么要停在城门处 没什么 走吧 李长生见旨 嗯 奉天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李长生返金之后 即刻入宫面圣 清此 臣 领旨 李县令 你这次恐怕要人头不保了 参见 参见殿下 李长生 你为何打杀鸡无命 江南百姓流离失所 那鸡无命 到任之后 整天大鱼大肉的 他就是个贪管 不折不够的贪管 干啥 放肆 姬大人来曹廷一品大人奉着钦差 毕竟他私自打杀 于是想造反不成 真的没有 李长生 你说姬大人贪磨 你可有证据 没有 皇帝根本有证据 陛下 此人嚣张跋扈 今日敢杀鸡大人 明日敢杀我等 长此以往 谁还敢入朝为官 请陛下严惩此人 据臣所知 李长生不敢打杀鸡大人 还贪慕了九层赈灾两款 为了掩盖他贪慕的事实 更是让江南百姓 以俯康为实 陛下 此不除 不足以凭名分啊 李长生 秦相所言 何属实 回陛下 丞相所言 一点不假 你就不想解释点什么吗 解释什么呀 我不就杀了一个贪官 占了两银子吗 那朝廷所有人都这样做 你怎么要杀我 小皇帝快要忍不住了 李长生 你当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 那现在江南的百姓都坑我为你听天 你为什么要杀我 赶紧杀我赶紧杀我 放肆 来人 向武方圣押入大牢 三日后 朕亲自问斩 秦相 胡尚书 西凉战事如何了 黄飞虎大将军可有传来消息没有 回陛下 西凉却有消息传来 目前双方僵持不下 但西凉来势汹汹 恐怕 抵倒不了多久 这可如何嗜好 二位大臣都是我的公骨之臣 何有主意 如何快速滅敌 陛下 黄将军传回的信凉说 之所以不能快速剿别西凉 来是刀兵铠甲 若是能运送一批新的刀兵铠甲 或可流转情况 那就快快铸造铠甲 送到边城去 陛下圣明 陛下 如今江南水灾 在震灾之后国库所剩营养不多 怕是不能够吧 那就从皇家内库里拨银 这盖死了这场事 竟然贪磨了九成震灾银 如果这些震灾银用来制作兵甲 可竟然没知己 确实如此陛下 马上就是五十 差不多可以去五门 兼攒李承盛 我先休息片刻再过去 二档先退下吧 是 李承盛你不一定顺便您的 你可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 参见陛下 这让你询问李长生的事情 竟然如何了 喂陛下 那李长生还是那一套说事 说没什么原因 就是想到眼前 李长生 你太让朕失望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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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随朕去五门间这吧 李强生你可还有什么话说 陛下 无话可说 混账 亏得朕如此相信你 你打杀进屋里也就算了 为何给朕的子民吃福康 为何他莫朕再赢 陛下 你这不能怪我呀 那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只是个小官 就想挣点银两而已 再说了 我也没有耽误朕再量呀 混账 小黄你不够放了 跑 陛上 你好大的狗胆 你得污蔑整个臭堂 李长生 你可知道 如今大夏在新娘交战 必须军需银两 你此时探末 你将大夏拱手相让有何区别 赶紧交出 否则今日定让你伸手易出 那我交了银两 能活命吗 不能 那算了 好 死不好 赞州 你给朕的此名是福康 实为不仁 贪莫朕再款式为不忠 朕今日将你斩首 你可还有不服 陛下 没有 来人将此人斩首 证国法 东下留言 我的天 怎么每次都有你啊 你让我安安心心死一回不行吗 郡主殿下来的好巧啊 拦不成想为这狗官开脱 陛下 李长生不是狗官 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胡说八道 他就是有天大的理由 也不该打杀奉执行才 鸡无命贪赃枉法 作户不是狗官 上书多年 不知探墨了多少年 难道他不应该杀吗 胡说八道 郡主殿下没有证据 咱可信口北方 证据 丞相大人可敢同我 去鸡大人的府上搜一次 去丞相大人府上搜一次 去胡大人府上搜一次 你敢还是不敢 我全 这丫头骗子好霸气啊 就算鸡大人有贪磨 自有国法省闻 自有陛下省闻 何时轮到一个九品县令 私设行堂 丞相大人 这是承认鸡大人贪赃了 难不成 丞相大人和胡大人 也参与了其中 好一张伶牙六成 那朕倒是要问问 李长生给朕的子服吃福康 这又是何意啊 让江南子民 以福康为师 让天下百姓如何想陛下 将陛下置于何地 洛先生你笑什么 我笑你们高高在上 我笑你们蜀目寸光 放肆 你敢入墨陛下 陛下 你看看这是什么 看到了吗 这是江南灾民送给李长生的万民伞 你敢欺骗陛下 你敢欺骗陛下 你当这是傻子吗 难道真的子民只配吃福康吗 子民 陛下 陛下 灾民还算人吗 放肆 灾民怎么不算人 行将饿死之人 还算人吗 那是畜生 只要能活着 吃福康又如何 你们见过吃观音土 被活活撑死的人吗 你们见过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树皮都被啃光的场景吗 你们见过一子而食吗 你们没有见过 因为你们高高在上 仅凭着想象 在这里指点乡镇 而真正的忠臣 却为你们当街斩首 这就是他 让灾民以福康为实的理由 长乡大人 但凡去灾区看一眼 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玩笑 要不是把精米换成福康 你认为有多少的赈灾粮 能够到灾民的肚子 我告诉你 一成不到 赈灾粮一下 有多少只眼睛盯着 想要分一杯羹 就连地痞流氓 都要去冻下灾民 不让他们进周棚去领周 如果不是李长生设法变通 我们看到的不将是灾民 而是遍地的白骨 那是换成福康 这些人都不会擦手 因为根本看不上 陛下 您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如今 您还想砍他吗 人道阵 有错关里长城的 陛下您没有 我就是个探官赶紧杀了我 请下求你了 赶紧找个理由杀我 就算李长生 是为灾民早侠 可他看末九成赈灾粮款的事情 有错 是 我将信你建立 定有声 荒唐 灾民以福康为师 都是因为李长生探末 既被你花言巧语说成了 救济灾品 且可笑 李长生 你打杀鸡无命 给朕的子民吃福康 朕都肯理解 你这探末朕再两款 是不是该给朕一个解释啊 解释什么呀 陛下 我都已经给你解释过了 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 小的就是穷怕了 所以弄点银子方法 幸亏我早有准备 否则就被洛青城这个小丫头给害了 李长生 你在说什么鬼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家伙 救命消息救灾嘛 那我吃饱了 才有力气给他们发振灾粮 李长生 你 你这是乱你服不用讲 你死去吧你 大胆 竟然将他没说的堂而皇之 陛下如今国库不屈 西凉均需散 此人竟敢心安理得为他 如果不出 如何对得起 暂时鞭垂的价值 陛下 西凉均需紧缺 若是这些银两用来换起兵家 将会保持多少将士的性命 此人不杀 不足以贫民愤 请陛下将此人斩杀势众 以正国为 长生 贪赃枉法 朕若不杀你 怎对得起天下苍生 来人 长生斩首势众 刀下留人 有谁啊有完没完啦 刀下留人 有谁啊有完没 陛下 李大人为国为民 是难得的清官和无罪啊 屠霸天 你 你来干什么 你是何人 草民屠霸天 是江南的灾民 遭了灾之后 在山上落草莓寇 放肆 你借草民 竟敢在地下面前 听人喊冤 李长生 看来你不但贪磨 和贼寇也有口连 屠霸天 李长生贪磨 证据确凿 你还想替他翻案不成 陛下 李大人冤枉的 他无罪啊 好一个无罪 朕倒想听听 你该为他如何辩解 屠霸天 上多管闲事了 回陛下 其实李大人探磨 并非为了捞银粮 而是为了给边随教士 准备兵架 一盘胡言 陛下 此人就是来捣乱的 请陛下下旨 将此人乱棍打死 不止 屠霸天 你知道你在说下去 回陛下 草民知道 草民此次前来 就是受了李大人的吩咐 前来送一批兵架的 你说什么 兵架 是的 陛下 数日前 草民偶遇了李大人 李大人将赈载款 交给了草民 让草民购买一些兵架 草民当时也不知为何 谁成想是为了给边随将士 草民已经收购了 几千副兵架 此刻就在城外 这 这怎么可能 他没了营鸟 完成了兵架 他以灵阶 是如何知晓西凉暂时 原来他探望营鸟 是为了给战神这把兵器 看来朕真的错怪李长生了 险些错杀了忠臣 土霸天 你胡说什么 其他人为国为民 干受杀头之罪 小的都懂你 你懂个爸爸 这都什么 我让你收购兵架 是为了造反啊 土霸天 你也太能脑补了吧 陛下 既然李仙令无罪 是不是可以放了李仙令啊 哦 对对对 李还精 快快请起 今天要不是涂状使 及时赶来 你小命不保了 想必李大人也不知道 我会如此之快的 是草民的罪 震惊若错杀了你 岂不是要后悔一辈子 李大人以后有话尽管说 万不可如此了 难得李爱卿替这尊忧 及时订来了兵甲 只是西凉战士胶着 所需铠甲数量庞大 仍需打造 朕看此事 就交给李爱卿去办吧 陛下 你先上京照进言 请向不必多言 朕已经决定了 胡大人 你对陛下 做李长生 建造兵甲仪式 有何看法 陛下大人 他李长生 虽然是做了 兼招的主官 可是兵部和公部的人 都是我们的人 料他也差 不是 胡同 陛下大人 想问你做 还挺没事的 胡同 跟下去的银子都要收回 藏策 要重做 让 陛下大人 下官都是可以 可是兵部和公部的 其他官员 一群成祸 当真是贪得无厌 那帮人有命拿有命花嘛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肯把嘴里的肉吐出来 陛下官明白 下官这就去办 慢着 不得有犯罪的病 除此之外 李长生做什么都随他的面 最好能抓住他的小辫子 知道吗 下官明白 下官告退 恭喜县村大人死里逃生 行了行了 别拿我熊看 现在忙你们能去 还忙什么呀 这时候 大人 咱们是不是该去查账了呀 查账啊 查什么账 当然是去兵部查监造兵甲的账了 那些贪官无力不知道这次又贪没了多少 这时候却一查一个准啊 是啊 若是能抓到他们的把柄就能让他们元气大伤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 走 二位 查到了什么了吗 你回答人的话 这些账目一条条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老夫一时 看不出什么账人 那就奇个怪啊 我这也许你都要 ヒ 了 秦松这老狐狸真是老金巨罚 他知道我们一定会来场 所以提前做了准备 大人的意思是这些诈策全都是假 是假的也是真的 如果我是秦松 我一定会把人间宽增的银两 全部都送 重新做账目 做到天宇 行了 咱们就算是查到明年都查不出 走吧 这专乡大人动 没伤识还嫩了点 李大人 君总天下 你们查完了 可查出什么可疑之处 这帮混蛋 我竟然提前做好准备 实在是可恶 大人不如让老朽再去控房查一查 这次他们急于冲数 所以会以刺冲好 若是让我查到 定能定他们死罪 刺冲 有了 你讲到什么了 没什么 咱们再去查查其他的吧 老行啊 多谢提醒 你可是给我出了个让我必死无疑的好主意 让人兼造兵夹一次冲好 让边军大败 皇帝肯定杀了我 但是让谁 去兼造呢 老行呢 不行 此人太过正直 落青城 更不行 必须得亲自防着他 这货 就是个吃货 傻子更不行 大人 看上我干啥 吃饭 很好吃的 没事 你吃你吃 我得选谁呢 别人 坐 你怎么来了 小的已经把兵甲全部交给了兵部 这次会过来呢 是让你告别的 这次会过来呢 是让你告别的 好 辛苦你了 不辛苦 这小的只是一件草莽 文不行 武不行 要不肯定追随大人左右 哎 我怎么把图霸天给我 哎 嗯 你当真想要追随我 大人愿意收下我 小的肯定干的湖地啊 行 那个 我现在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 你可愿意大人一句话 小的万死不辞 哦 哦 你也是愧疑啊 生点 吃你了吧 嘿嘿嘿 那人 这要知道是被杀同的 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哦 小的明白肯定跟之前一样 您另有打算 小的愿意 吃吧 是 八天啊 这辈子就辛苦你跟我死一次 等我成了神仙 肯定不会亏待你 现在我是一个知识的 ellas 看到您的 descend覆 做了全是一个 D 직翻 干的不错 八天啊 等车匹兵姐送了西凉之后 就先回江南 看看你的老公行 等我需要你的时候 自然会传信给你 好 要人明白 大人匹兵 本官自然里有打算 小子就知道 我哪有什么打算 我是让你在皇帝杀你我之前 回去陪陪你老弟 行了 时候不早了 车大人 车大人 喜事啊 喜事 有何喜事 下官刚刚进了密宝 他李长生所做的盔甲 都是样子货 他怎样如此 绝对没错 这事就要笔下知道了 笔下避讳龙岩大怒 下官是比较参促的一本 不错 为何都要承认大人 你咋不过 他李长生 比死不一样 如今 陛下对李长生 宠寠宠从监彦 宠宠宏 乍 恐怕还不足以治他死罪 那程耀大人 飞得越高 摔得越狠 老夫不断不揭发他 还要给他请功 当然下官不懂 你不需要懂 只需知道 素日后李长生必死无疑 陛下北网送来国书 与大厦和亲请陛下慎约 北网竟然要求与清城郡主和亲 是的陛下 北网王子 听闻清城公主基米过人 说是仰慕已久 遇见百年之好 可清城未必能同意 再说了 她可是镇北王叔的女儿 清城郡主是皇家女子 向来为大厦造相 下面会同意的 这件事情 暂且先搁一搁 容正好好考虑一番 陛下 如今西凉暂时焦灼 蓝蛮虎视眈眈 都在得罪北莽 恐怕大厦有盗旋之围 千万不要耽误太久 朕知道了 李长生敬见 参见陛下 不必多礼 李爱卿今日前来 可有何事禀报呀 陛下 陈也将兵甲打造完毕 以差人送往西凉 交给黄飞虎大将军 李爱卿真是迅速呀 你可真是朕的功骨之臣 陛下 李先定中军爱国 此次建造兵甲 劳苦功高 当傻 竟然给我请功 这只老狐狸 又在耍什么花招 是朕疏忽了 说吧 李爱卿想要什么赏赐 陛下 臣什么赏赐都不要 臣想赏的话 不如赏不斩首示众 陛下 姬无命死后 户部尚书的位置 一直空缺 不如让你以宪令补上 宪令补未尚书 亏你想出来 别想给朕耍花招 李爱卿 中军爱国 丝毫不比那些 皇亲国气差 朕赏你一个子爵吧 李爱卿出生于太封县 就封你太封县子如何 臣谢陛下 封吧封吧 现在封得越高 杀我的时候就越狠心 清城参见陛下 清城来了 不必多礼 陛下召见清城过来 不知所为何事 你先看看这个 要我合金 嫁给北马王子 对 你不愿意 这 我 如今南蛮屯兵十万 西凉硝烟四起 若再惹怒北马 大下设计 恐有道悬之危 此事太过突然 容清城考虑一下如何 清城 因我一块长大 我不会逼迫于你 考虑好之后 派人传话几个 是 陛下 什么 师爷姐姐要成为王妃了 师爷姐姐要成为王妃了 师爷姐姐要 什么王妃 北马要与大家合亲 点名让我嫁给北马王子 李长生 这件事情 你如何看 不错 说不定了日后 你就能成为北马皇后 恭喜啊恭喜啊 李长生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想让我嫁到北马去 这有什么不好的 你成为北马皇后 日后定能安定大下北方 一举两得 李长生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想让我嫁到北马 好 好我嫁给你看 陛下 北马信使 已经催促成多次了 不知郡主殿下作何考 还没有消息 陛下 如今难满纯纯欲动 西凉盼乱落在得罪北马 大下设计恐有轻负之威 请陛下当机密断呢 报 你不下西凉盼报 定是黄将军大过西凉的捷报 怎么可能 看来黄飞虎已经散败了 陛下怎么办 黄将军 战败了 我忍不出老夫所料 黄飞虎赞败了 李长生啊李长生啊 则则你彼此无疑 陛下 黄将军之所以赞败 全都是因为李长生啊 李长生啊 陛下请真心看 李长生送过去的阴家 全都是样子或劣质贫 黄将军这才赞败了呀 竟然是我 陛下 曾早就说过 李长生不可作用 如今该如何是好啊 人带给长生见证 我把李长生压过来 不是 他为何如此做 陛下 赵臣来所谓何事 你还用脸问 你自己做的好事 你自己做的好事 冰甲不堪重用 导致我军大败 这问你 是不是你做的 没错 确实是臣做的 但也不能全怪臣呀 陛下 那都怪了 黄维武将军不重用 才到时他打败你 放肆 你断造劣质兵甲 这黄将军大败 事到如今 你还大言不惨 推卸折扔 不是 陛下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那我知道的兵甲 可能杀人不行 但是他看看菜 肯定是够用的呀 怎么能说都是劣质的呢 我这么说你们是不是很生气 赶紧杀了我吧 杀了我 我就能回归天庭 做逍遥神仙了 放肆 丁家大事其容而泄 陛下 此人嚣张跋扈至极 如果不出 大下国将不国呀 李长生 正问你 你这么做 是不是有何深意 没有 当真没有 你要真说有什么的话 也就是看着胡定江那老家伙 不顺眼而已 李长生 你太让朕失望了 来人 把此人拖出去 三日后 朕亲自问朕 李长生 你没有话要从朕说吗 皮下 没有 好 咱就上路吧 行行 刀下留人 陛下 请饶李长生一命 大难 李长生 製造烈的兵家 致西凉暂时大半 岂能轻易饶恕 郡主殿下 请自重速速离开 郡主 朕若不杀李长生 怎能对得起战死边陲的将士 你搜索 你搜索退下 不死了 朕绝不轻狼 陛下 只要你肯答应清城 清城 愿意和北莽和亲 我去 这丫头搞什么鬼 如果说郡主 你合不合心与我合干 李长生 你真觉得这件事情 和你没有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也太自恶多情了吧 看来郡主 李长生是不领你的情了 朕告诉你 朕今日必杀李长生 至于和亲 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好 李长生 从今往后 你我再无瓜葛 陛下 你不必再逼迫清城 清城愿意和亲 行行 王爷 王爷 陛下 李长生乃忠臣 万不能杀 朕北王 身为边疆 被经传诏 此次如今 这可是死罪 王爷 李长生 退不来 咱们成 你想为他开拖过来 闭嘴吧 王叔 你不在边城防备南门 此次回京 就是为了保李长生吗 是啊王爷 王爷我不值得您跑一趟 您让我死了算了好吗 陛下 县令实乃是忠诚 万不能杀 你难道不知道他做的事吗 臣制造 那你还敢为其开拖 陛下莫及 去看这是谁的人头 你杀了黄匪虎 朕北王 你为了保李长生 杀了黄将军 陛下 要造反的不是陈 是这黄匪虎 西凉反叛 黄匪乃是同谋 杨庄揪着 去向我大下 塑料 难道 是黄匪虎攻击西凉 是 陛下 清亏李先 送黄匪虎列治兵将 这才让陈千里奔袭 将其斩杀 平定西凉 是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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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是不是 难不成 真又错怪你爱情了 唉 真 错怪你了 陛下 不必自责 狗屁 料事如是 我就是想死 怎么就这么难啊 唉 今日多亏王叔了 若不是王叔及时赶到 朕 并会杀了李长生 做成大错 陛下不必自责 想那李长生以心为国 况且他料事如神 这些事情他不会在意的 哦 对了陛下 听闻北莽要和我大下和亲 唉 是啊 北莽点名要听成架过去 朕也没有办法 陛下 臣回去会和他好好聊聊的 想必为我大下的精神设计 他不会拒绝他 朕是辛苦王叔了 若是京城同意 朕即可嫁封他为公主 让他风风光光的嫁过去 父王 你怎么来了 在想什么 女儿没想什么 清朝 你实话告诉我 是不是欺赏人 没有 如今 初定西凉 而南蛮一直对我大下忽视 担担 中国不稳定为盲 我大下为你 艾朗 很多事情 不是父王能左右的人 也不是陛下能左右的人 希望 明白 女儿明白 女儿同意和亲 父王不用多说 好 明日陛下就会下诏书 测红你为大下的公主 届时会变要群臣 李长生也会来 到时 父王不予提他 他来也不来 都与我无关 好吧 那父王就不打扰你了 你好像还写吧 好 此乃流花有盈 流水无情 卫大人 请 来 这杯我喝一杯 你和清晨同时那么紧 最后却不患日子 真是里日晚夕啊 是夏娃娠的错 哎 不重要 明知 清晨就要离京了 你不去陪大好聊聊 不必了 去吧 以后 星许再也见不到了 不要遗憾 诺清晨确实不错 而且对我有益 若是能将他拐炮 奖黄了和谦 皇帝和镇北王必杀 他去后院干什么 来来 你来干什么 我不来岂不是会抱憾众生 李长生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疯狂叫人了 秦成 我知道你喜欢 我也喜欢你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还要当面羞辱我 我一个酒瓶小官 得罪了秦松 早晚都要死 何必当务假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不信我 混蛋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现在告诉你 带你离开 你们要做宝贝 没用了 我们两人的缘分已经尽了 最终只能做一夜的夫妻了 好 大胆李长生竟敢欺辱公主 李长生 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勾引公主 竟敢勾引公主还没捉你这床 这次北门知晓辞世 我大笑为矣 父王我们皇爷 实不相瞒 我喜欢青城 从我见到他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他 李长寿你可知道你的说什么 你犯的 可是死罪 若不能和相爱之人在一起 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 是真心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 还有必要说话吗 放肆 你敢欺辱公主 你该死你 王爷 人多眼杂 此事断不会瞒过北马 如今只能将李长生斩首 才能贫护北马不入 还行不 王让李长生一命 否则女儿宁可命决以此 也不要和亲 不必向他们求情 为自己心爱之人赴死 死得其所 好 好 好 哈哈 李长生 李长生 你果然没让这个事 将倾城交给你 放心 父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四伯王 你要做什么 传陛下口语 奉李长生为父马 吉日起 和郡主完婚 我不是 王爷 什么意思 哈哈 北王昨日 争得陛下 只要你李长生敢开口 陛下 就同意你在一起 至于北马那边 只有本人同意 不是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怎么 你不愿意 没有 天啊 杀了我吧 哎 大人结尾有肉麻的车 真不错 张照 今日可是你大婚纸 为何愁眉苦脸啊 嗯 没有 死不了就做不成神仙 当然愁眉苦脸啊 什么叫大人到 大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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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手不打血脸人 既然 秦松他来了 就过去 给他敬杯酒 是 若是直接能在今日宰了秦松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 妙 妙啊 李先律 好不 币一副马 恭喜恭喜 今日成情以后 可一定要继续为大夏 为陛下效劳啊 那是自然 哈哈哈哈 只是这位大夏效力 需要借丞相一样东西 但凡本相有定会送的 只是 是不知所孝 啊找到了 需要借您的 狗命 你 夫妻 夫妻 你得上医生 快救医生啊 夫妻 李长生 李长生 你疯了不成 你杀我夫妻 我要让你偿命 偿命就偿命 本官不派 夫妻 你杀了他 你和陛下来的 你如何交代呀 哎 皇上驾到 王上驾到 小三 平身 陛下 李承生 杀了家父 你要为家父做主啊 陛下 受恶魁魁之下 杀了秦松 李长生 你让这如何保护 李长生 你为何杀秦将 秦松贪赃王法 两位国之重主 人人都想住之 李长生 你什么叫 贪赃王法 你有何证据 陛下 家父一心为民 从未贪污过 一两白银子 李长生 你说秦相贪污 可有证据 只要你有证据 朕饶你不死 什么有证据 李长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陛下 李长生无凭无据 敢敢杀当朝成将 此人如若不杀 天理难容 请陛下下旨 将其斩首 请陛下下旨 将其斩首 陛下 李长生 现已是当朝铺马 若要问斩 您先行收养 由大理寺审过之后 再斩不迟 朕北王 分明是想拖延使剑 陛下 请快快下旨 斩了李长生 陛下 李长生连丞相都敢杀 此人若不斩 我等恐慌 恐难以当朝为官 请陛下下旨 斩了李长生 请若不斩李长生 恐无法给他关交代 李长生 你让这如何是好 李长生 你当真没有证据 没有 来人 将此人拿下 斩首示众 来人 将此人拿下 斩首示众 何人 竟敢行私战 你干什么呀 你 不准你们杀先令大人 你干什么呀 你赶紧下去 他没要杀你 你要是死了 就没人给我买包子去了 不是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 我说过要保护大人 就要保护大人 你刚才砸的是皇上 随时都可以杀你的头的 我才不管什么是皇帝呢 谁杀先令大人 我就杀谁 陛下 李长生转扬死士 行刺陛下 罪不容输 请陛下将李长生 和于此人 拟命斩首 请陛下将二人 一同赶首 混账 将此二人拿下 将此二人 就地斩首 刀下留人 将此二人 由你斩首 刀下留人 陈北王 难道你还想为李长生 开夺不成 陈北王 李长生还未与郡主成亲 还算不上是驸马 你如此踏步 把陛下放在眼里了吗 难道造反不成 陈北王 既然若不杀李长生 朕有何眼面 纵着大下的皇帝 你若没有证 你就不要再说了 就是你就不要夺嘴了 让陛下砍了我吧 我求你了 我敢想 就就在这里 这是秦森汉诺 正在量的账策 你从何而来 就是刚才李云霸了这 公子 我说你小子什么时候搞的 李玄霸 正问你 这账策从何而来 啊 那个是之前大人 在江南城中寻到的 呃 后来被撕碎了 我看着可惜 就拿来包包子了 可还有其他产品 速速拿来 李长生可不死 哎 有有有 都给你 果然 这秦松果然是个贪官 如今 证据确凿 秦飞龙 你还有何话可说呀 陛下 秦松之罪 罪无可赦 李长生杀了秦松 但我反而有功 请陛下 饶了他死罪 李长生 功过相比 朕 今日就饶了二位 以后 万不可如此 鲁莽了 谢陛下 谢陛下 杀了丞相都不行 老天爷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死啊